我是战主李渔秀 今天热什么 我国和新加坡的领空纠纷之前闹得不太愉快 但现在有了解决方案了吗 那这个纷扰多时的领空纠纷 其实在上个星期六就已经达成共识 来到今天 我国的交通部长陆兆福和新加坡交通部长许文远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举行会谈 双方达成共识要成立特别委员会 同时会携手开发全球定位系统GPS 来取代原有的ILS 提到马兴领空纠纷的课题 很多人在新闻一出来才发现 原来我国柔佛南部的领空 是由新加坡来管理的 针对这件事情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也有回应 那么之前因为在1974年 这个领空的管理权就交给新加坡 那么经过45年过后 我们认为现在我们目前有这个能力 也有这个准备来管理这个领空 好了陆兆福说 我国已经有能力也做好准备 要来管理领空 看来这个问题是暂时获得解决了 不过现在我们和新加坡 又冒出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政府早前宣布 要延迟柔星捷运系统RTS 整整6个月 那陆兆福今天在记者会上面解释 做出延迟是为了要重新检讨 这个项目的价格 那现在政府必须向新加坡政府 做出赔偿嘛 那至于要赔偿多少钱 目前是还没有定案的 说发生了很多事 当然是要赔偿权的 但是由于要赔偿堂 但因为上市业也在绍兴 vào 上市参与的